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邦国出声HKG报特别呈献 选委3分钟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选委界别候选人是 44号 黄元山 第一个环节 由主持人用一分钟去介绍候选人的个人简介 44号候选人黄元山 是团结香港基金高级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以及美国耶路大学国际关系所东亚研究碩士 以及香港大学公共行政学博士 他有超过10年的国际顶尖金融机构的管理经验 曾任职全球不同的金融中心 过去6年 黄元山一直领导团结香港基金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倡议工作 致力运用他在公共政策的专场 就土地房屋 经济发展 青年教育 医疗老龄等民生议题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现时智库的国际排名是最高的百分之一 他亦获政府委任多项的公职 包括金发局董事局 市建局董事局 承规会成员等 第二个环节 就是请44号候选人黄元山 用2分钟去简述他的个人政纲 过去6年我带领团结香港基金的公共政策 俗称智库的工作 施行并进为香港长远和港人整体利益努力 近年来其实习主席对于智库 都做了一些重要的批示 认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亦有基础与香港政府紧密合作 曾经推动几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措施 包括名义大禹 北部都会区 亦都包括乐龄科技 艺术科技 以及引入海外的港人医生 去舒缓我们医生人受不足的问题等等 此外 我亦都与内地的智库 和内地相关的部委和政府 有合作的基础 譬如今年的七月 我与北京和深圳两家高端智库合作 发表了一份联合的研究报告 如何促进两地的政府对于河吐发展 尤其是生物科技的一个发展 得到他们两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未来一段时间 希望更多的时间去促进香港和大湾区之间的互动 加大加快两地发展用地 和科技协作的机遇 香港要重新出发 就要做好管治里面的每一个环节 我对公共政策有经验 我亦都懂得聆听 思考 分析 沟通 关怀和解困 我希望将过去的积累和心得带入议会 再吸取各方面的宝贵经验 协助政府逐步解决经济 民生的问题 把握大湾区发展的机遇 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 帮助香港政府能够真真正正做到良正善事 因为我相信国家是香港的根 市民是香港的本 只要团结发展 香港一定会有新的希望 请支持我44号的黄元山 多谢各位 第三个环节是候选人 用一分钟的时间回答指定问题 黄元山 如果你有幸入到议会 你会为议会带来什么新气象呢 过去我管理智库的工作 和未来我希望进入议会的工作 我认为是一脈相承 亦都是相互相承的 如果在议会里面的政策论 不是基于扎实的数据资料 或者缺乏对背后各个阶层的诉求 有彻底的理解和分析 其实是很难入手 过去我六年 我领导智库进行的公共政策的研究 和倡议工作 只是土地房屋 我们已经发表了16份的研究报告 也都走访了不同的持份者 聆听他们的诉求 我希望将这些专长和经验 能够带入立法会 将研究成果和数据分析 转化成为落地的政策 推动在不同领域范畴 实施政策突破 而且我是读经济出身 再加上做了多年的国际金融 再加上我有公共政策背景 对审议政府的财政开支和成效 都会带来新的视觉和新的视野 希望大家支持我44号 多谢 多谢44号候选人王元山 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和选委 能够更清楚 44号候选人王元山的从政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